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介紹南非龜甲龍這種植物 南非龜甲龍原產地在南非 它是薯品科的一種植物 大家在購買南非龜甲龍的時候 盡量挑選磁珠原文包滿的 有些人喜歡裂紋身的,有些人喜歡裂紋鉗的 那你再繼續做選擇 那假設你今天挑像我一樣,我是喜歡裂紋掃的 那代表說這個南非龜甲龍它的皮比較薄 那要切記它如果還沒有發展到像這顆皮那麼厚的時候 記得絕對不能曬太陽 因為曬太陽會造成它這個組織裡面的熱傷害 那這個南非龜甲龍就會凹陷 然後所以建議說大家如果買到新的皮薄的龜甲龍 建議先幫它深埋 等到它裂痕比較深的時候再把它拿出來 如果大家要新重南非龜甲龍的時候 可以參...底層跟中層的戒指可以參考我之前的影片 然後記得重南非龜甲龍 一定要預先凹一個圓形的支架 讓它之後騰長出來以後噴爬試用的 就會像...如果它騰長出來以後就會像這個樣子 然後你可以折成你喜歡的樣子 可以網路上都可以顧得到很多... 很多支架的形態 你可以自己去彎著 然後南非龜甲龍它... 它對於水分的要求其實還蠻高的 你可以盡量的給水跟絲撥費 那它漲的速度其實也是蠻快的 好那今天這是關於龜甲龍簡單介紹的簡短影片 如果大家想要看我龜甲龍照顧成長的速度 速率的話的紀錄照片可以到我的IG去看 然後我的IG會在這個影片的留言... 的介紹處會放上我的IG的帳號 然後請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追蹤跟訂閱 請分享,謝謝大家